好那么尽头来到花莲县议会咨询的情形 先议员高小城提出了部落的安全 苦茶油的设施产业道路 台湾黑熊博物馆等等的议题 希望县政府农业处能够加快相关农业设施 以及行销发展 让部落的经济能够得以有更好的发展潜力 先议员高小城则是针对了部落的安全 苦茶油设施 台湾黑熊博物馆设立等等议题提出看法 平常的时间 仍有外地的人出入我们部落 诸多的案例显示 部落常常发生外来人士 来入侵我们这个偏乡的部落 严重的就是新型孩童 轻的就是偷窃毁坏财物 让部落不堪其劳 甚至有民众养的猪 鸡 羊 都是一整批这样子运走带走 所以对此补强装设安全监视系统 就有效可以阻止想要犯罪的行为 那轮山骨茶油工厂目前的进度如何 看起来未观已经是完成了 那内部的器材的设备是不是也发包了 或者是进这个顺利发包 能不能在今年的骨茶油收获可以自行压榨自己的骨茶油 那大概在10月的时候就会收成我们的骨茶油 那是不是可以在那个时间之前能够完全 请教我们的农业树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有旧有的农路 农路有的大概新建已经二三十年了 已经是有风化的现象 也有破裂及规裂的这个情形 农民工作及运输作物的安全 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安全 有这个勘与 因为农民的农居或者是这个扮演车 都有一定的重量 年久的这个农路 可能都会被压迫或者是这个规裂 的线上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县府 编列装款的预算 来专门修缮这个旧有的道路 当这个风化的农路重新再铺一次 让农民安心的工作 由于农业在部落经济中是相当重要 希望县政府农业处能够加快脚步 把部落的相关农业设施 以及行销发展方向可以尽快完成 才能够让部落经济有更好的发展潜力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道